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钟 还有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我的Payme打赏点唱服务 除此之外,我也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Paywall 里面就会讲很多金融的黑幕 即是不能公开讲的真相和分析 也会搞人家怎样用信用卡材的可以套现30万等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也有一个YouTube的会员专有计划 希望都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我就想讲一下一个比较轻松的题目 就是最近我的好朋友叶朗程出了一个post 他就是以这个中环的Private Banker 自居 他出了一个post 就是叫做感触一下Sever的落幕 Sever的落幕最后的那一晚原来是送给余真 因为余真是一个生日的聚会 就不可以叫生日派对 因为余真他在那个聚会里面是坚称这个不可以叫做party 他是一个当朋友与朋友之间的一个聚会 所以这里也有一些资格上的执着 因为都要尊重主人家 而这一样东西经业朗程煲起了之后 我就看到星道也有出了一些新闻专题 就跟着Sever和余真这件事 因为Sever本身都是在中环一个挺有名的酒吧 我当它是酒吧的 虽然它是酒吧和酒吧 也有做甜品 但是我都是当酒吧多一些 因为以前我都是跟一些Banker朋友 或者有时候都会有些传媒朋友 都喜欢在Sever那里 在外面看着景 景也很漂亮 你看着景越来越建许多建许 比如你看到Handerson 就由零开始就现在建成整栋 然后长江二旗也由零开始建成整栋 就有一种桃花依旧人面全非的感觉 所以Sever曾经是一个很iconic的地方 但现在那些人未必可能去Sever 因为Sever都已经gracefully去倒閉了 而那些人会去哪里 我不是特别去Sell 譬如旧的Bankers Club 现在就以我理解 就由一个做艺术做pop art 很出名的人KP 他就去管整个的酒吧和餐厅 所以现在是多了人去他的这个地方 我相信他有吸纳到一些Sever的客人 而且也多了艺术圈的客人 因为他本身的network都是艺术圈 他是Edison Chang的business partner 所以我想也有一些潮人都会去了那里 所以整个fight就有一些饭式转移就改变了 都会很有趣的 以前就在Sever那里就会比较是Happy Hour 当然他们也有餐厅的部分 但是餐厅我就比较少一些去吃 但是Sever都见证着曾经有很多Banker去 然后慢慢因为他那个景色太漂亮 就变成了一个打卡性地 然后我看着就是基本上就有一段时间 很多内地游客就一定是拿着景色去打卡的 尤其是那些网红样的游客 就继续去打卡 因为实在太多这些网红 慢慢我对于这个地方都有一段时间都觉得 未必那么适合我去 所以我都在他整理之前的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再去Sever了 就是因为都多了这些这样的改变 所以都有少少的唏嘘 而最后就给了余真去搞一个生日的聚会 而这个生日聚会我是有出席到的 那个出席的恩友都比较搞笑一些 因为余真就邀请了一位木湖我的作家朋友 那我的作家朋友就带我去的 其实都很搞笑的 因为那个invitation就说明可以葵卷出席 按照一般的社交礼仪 所谓的葵卷出席就当然是带女伴 就是你邀请个男的就带你的另一半去 又或者一个plus one去 那我的作家朋友是一个男士 他又不是男士 但不知不知他不带到他就带我去 他亦施亦流的我们之间的关系 非常良好 他跟我说 喂 我就想介绍YT给你认识 我知道你不认识的了 他可以带到个人 那我就在那个场上又不认识那么多人 那我又不想去social 其实他的人很outgoing 但是不知为什么去到一些social event 跟我一样都很introvert 那么起码我带你去 我们两个巴打 好好歌宜都可以 聊聊天圆路取暖 那么ok 那你这个很奇怪的理由 那么我就I give you that 就是ok 还有你邀请我去 还要是sever的最后一晚 还要是余珍的生日聚会 那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那我当然是去 但是他又要逼巴 我一定要穿西装又成的 那我是没有西装的 我去莫名思婚礼 我连一套袖裙都找不到 我哪里找到西装呢 那么最后我就很厉害 在一些依怪的洞洞 就找回10年前 都不知道是migreddin的时候 的那套巢到妈妈都不能认的 蓝色是sara的袖裙 和一条issue的长褲 那我就去付费 那么你一进去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捐钱的section 因为好像YT那么厉害 你不会收礼物的 你也不会有礼物可以印象到他 去到他这个江湖地位无欲无求 与其收人礼物 倒不如把心意转化成为 一些慈善的爱心东西 所以你一进去 他是会邀请你捐钱 我这些都不知道捐多少 总之入了五千元就算了 我也不知道五千元是那个 阶级叫做高与低 总之我刚好 银包就有多少就入多少 所以就入了一些捐款 然后就进去 我就骂人车边进去 所以我都尽量低调一点 我也不想得失我的朋友 或者影衰我的朋友 因为有时候 在一些很多社会名流的场里 总会有些人就会 不断捉名人去打卡 或者去称呼他们 我就很避免做这些事情 而且我都没什么社交能力 这几年我都变得很introvert 那么那个场里有些什么人呢 比如有周小姐 周凯雪 陈国强 荣志健 荣志健 已经在媒体上很久没有曝光 郑嘉诚 林建沃 这些是最有钱的人 瘦哥 杨秀成 等等 我看到的就有这一批 那些是坐在一台的 那就是有钱的一台 然后有一些演艺界 或者媒体界的人 比如我看到 劳密雪 庄增 智雲大师 监制 Amy Chin Marlitua Airport 周慧敏 劉嘉宁 容祖宜 林清夏 一堆 他太有江湖地位 就请了一堆人 年轻一点就是卓韵志 又学修 我和修都聊了很多句 因为阿修呢 就比我更加 他应该不是一个intro 但是他人很孤高 他是穿着一件 简单的深色T恤 短褲 长蜜 波鞋 就走进去那场那里 然后不群不挡 不social 他就直接坐在sever的篮杆 你可以想象得到的 就是篮杆对开就看着Handerson 他就坐在篮杆那里 很孤高 然后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又认识阿修 我就不熟 但是大家都有聊过WhatsApp 他搞那个实体talkshow 也有笑过几句 我就和他打声招呼 然后大家有少少的conversation 就是说回他最近一些直播上很感烈的风波 因为好像没有人找他聊天 我又觉得他就好像一个灯塔那样 是想找人过去 就是不要说找人 他在一个很孤高的灯塔 就是一枝独秀 我就觉得你这么有型 那我怎么都要跟你聊两句 所以就有这样的观察 你当是一个众生相 你当是一个众生相这样看 那我就有尽量去和一些我认识的人 去点台大致呼 social就不用了 因为我没有什么社交能量 譬如Michelle 努力雪 我认识 然后我去认识Michelle 然后Michelle很好 她说 因为我刚好在Johnson旁边 她就跟我说 嗨阿水 你瘦了很多 你没事 她以为我有病 因为我上次见她的时候 我是79kg 现在我是69kg 那我瘦了10kg 很惊讶 然后她说 这个就是曾俊华 然后她跟曾俊华 跟曾俊华说 这个应该混水 那我就说嗨 我对于认识曾俊华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喜爱 我真的不用巴结他 这些人 我又不会想巴结一些社会明明 就说嗨 那就算了 就是有人介绍 然后智雲大师 之前我接受过她的电话访问 但是从来都没有真实见过 作为晚輩 你怎么都要说个嗨 和别人碰一下酒杯 Amy Chin 就是因为我是包场看过她的电话 然后她监制的电话 她也都非常友善 她是在那个sharing section 说了差不多几两个钟 我很感激 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 personal conversation 也都和她聊了一会儿 P看到我都很surprise 她说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的 我这些蛮人车哪里 我也是狐狸糊涂就来了这里 也是嘻嘻哈哈 带过那件事 而整个聚会的气氛 就不可以用衣香笨影来形容 也不可以用灯红酒来形容 但是她就有很英式的那种简单的格调 大家都很casual 但是逆装逆鞋 然后又不会说是太casual 所以大家都是很欺如其分 很得体 然后大家都是为了主人翁的生日 而替她感到高兴 而主人翁也都找了小兵乐队 然后她自己有一些sharing 唱歌等等 最惊人的画面是 周小姐和YT还有林青霞 突然间在一个小区间 就有一个conversation 那是非常之刺激的 那些有钱富豪我又不懂 也都没有巴结 是唯独有一个亿万富豪 她认得我 她看到我就说 啊你啊 我再乱写我 哈哈哈哈 非常之刺激 她未必能说错我的名字 我也挺确定她未必能说错我的名字 但是她认得我的样子 她认得我的functionality 她认得我是一个作家 她认得我是一个作家 然后就说我们拍张照 然后左手搭肩膊 就拍张照 很nice 有些比较有趣的观察 最令我impressed 都是游学修 就是我没有想过她是一个这么孤高的一个人 就是很有型 在一个event里面不群不挡 自己挖在篮杆那里 软望风景 这个就是一个在social event的游学手 很有型 虽然你都会看到一些众生相 譬如有一张桌有很多富豪 然后富豪身边也有一些人 大家都明白 富豪身边有一些傍友 我的作家朋友也有observe到这个现象 然后又和我说 但是最有趣的那件事就是我是白状 我的朋友就很好 想介绍YT给我认识 但其实我也非常确定 YT是不会有兴趣认识我这些人 我财情牵奉 如果说财经界里面我的财情 当然是ok 但如果你说和全世界 不论它是什么音乐文化 拍电影还是金融也好 我的财情当然是欠奉 而且在一个这样的social event 你能够和主人翁说到半句话 都叫做难能可贵 何方要认识 我的作家朋友很好 他想带我去威 所以给机会我认识一些 我没有办法去认识到的人 但是我心里面是感激的 然后我现实都是知道是没可能发生的 但是就当是叫做纪念sever 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觉得我曾经都参与其中 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 或者值得去说一下的一件事 当然我也知道大家可能对sever 或者中环的夜场有很多想法和回忆 也都欢迎给我留言 我最近也拍了一些影片 就说另一种夜场 就是夜中的夜场 哇很贵 突然之间有一个比较高级的题目 变成一个相对没有那么高级的题目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些这样的 和金融圈附带的夜生活有兴趣的话 都告诉我 我看看之后可能录的播剧的时候 都调整一下我的内容方向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些意见我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都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这个80元会员计划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所以就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那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回答的 那就非常的划算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除此之外 我也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和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那里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那我们也都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点唱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那就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那我们也都会把你想说的message 就叫做公布开去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也都feel free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那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还有就在 除了我们有这个pay me之外 那我也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那patreon订阅产品就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30万面试套演的才记 那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 那但是具体的做法呢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元或以上的tier 你才听得到到底那个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那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version 那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呢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那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呢 你就要订阅我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呢 这个财技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别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但是可以一月的税是通到五月去交的 那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了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或者了解多些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阿然呢 我就教别人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别人怎么做好这个理财财技 最近 那赚钱的东西呢 就反而阿然就更加劲一点 虽然我都赚到很多钱 就是最近在Fortune Insight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得很多 那但是阿然呢 他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之劲 今个月都捉到几只呢 是两三日前买就立刻有一个爆炸性的回报 几十个percent 那然后在上一个月的美股也都升得很劲 有几只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还有就是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然了解一下他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他了解一下沟通牙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呢 真是这一年怎么也好呢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去赚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呢 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赚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 怎么样呢